不到30秒,特伦斯·达雷尔·凯利的减刑上诉就被法院驳回 三位上诉法官裁定,他的判决恰当地反映了犯罪的极其严重性 去年4月,凯利被判绑架4岁的克莱奥·史密斯罪名成立 2021年10月,克莱奥在卡纳文北部的一个偏远露营地失踪 触发了该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警方搜查行动之一 18天后,他在凯利的家中被找到 凯利的律师辩称,凯利在绑架克莱奥时受到了冰毒的严重影响 且判决为充分考虑她的贫困童年和过去的创伤经历 尽管三位上诉法官中的一位表示她会将刑期减为12年 但法院最终裁定该判决与犯罪的严重性相称 并且凯利具有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再犯罪风险 她将在服刑11年6个月后有资格申请假释 SBS中文新闻,曲天元报道